大家好 温光和声声 我们现在位于温东的Renfield社区 等等 大家先不要滑走 我知道大家听到了温东 结果我直接不想看了 其实温东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社区 比如说我们现在待在这个Renfield社区 你看绿树成荫 是不是有一种温西的感觉 这个社区总体来说也非常的安静 像我们这个地方去一届的大统华非常近 而且有很多的商铺 另外它整个的社区功能也是非常齐全 到那边到克林顿公园很近 然后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小学 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房型 叫做双拼 双拼怎么好法呢 它的价格可能跟Townhouse差不多 但是它不需要你去支付 每个月的月费管理费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 也是由著名设计师打造的第N个项目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设计是非常的漂亮 它前边是一户 后边是另外一户 那我们今天就让大家一包眼福 上几个台阶寓意着步步高升 回家就是要步步高升 然后我们这边是有一个门 这边有另外一个门 另外一个门就去你的后院 然后这边这个门你进来之后 当然这边肯定是会再继续给我们做个站篮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patio 你能试想一下你在这个patio这边 你可以放两把椅子 喝个茶喝个咖啡 或者种点小花 这是很好的一个享受的感觉 前面的院子也是很平整 我们总体来说比整个编道是高了一块 所以它整个视觉感就比较好 比较舒服 而且有一种隐私的感觉 前面还有一棵大树 相信这个大树将会成为你孩子经常玩耍的一个玩具 非常的棒 然后这边三扇这种四扇落地推窗 推开之后整个你的客厅的延展就做得很舒服了 这边是大门 我们进来看一下 大门进来之后 总体的感觉我们能看到 整个房子是有两个色系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木色 那么前面这边做了一些隔山放在这边 给整个厨房增加了一点神秘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家里做饭的时候 不至于说谁一来直接推开了 你做饭的人就吓一跳 对不对 然后中岛在这边 这边就是客厅 客厅这边它做的也是比较现代的感觉 像这种精装修 这种装饰墙 然后这种shelf展示棍 每个展示棍下面 还有这样隐藏的这种灯带 在这边 柔光带 这边上面也有柔光带 然后下面也有柔光带 所以你看整个看上去 就是氛围感很强 是不是 然后整个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方正的感觉 这个总体来说1500多尺 跟一个稍大一点的温西Townhouse 差不多大 但是由于它的设计 三面都有窗 而且很方正 所以它总体一个居住体验 比Townhouse可以说 要好到不是一星半点的 然后这边 正餐区你看 这边也是装饰墙 然后这边你看 多了一道黑条 这黑条就暗示着告诉你 这边是一个小的开门 你的一些设备间就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厨房 厨房也是做了这种内嵌的冰箱 然后这种超大的炉头 这个炉头做的还是白色的 Fish and Packard 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上面也是这种抽油烟机 超大功率的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一些酒在这里 然后这边很多柜子 上面有柜子 直接做到顶了 所以你整个储藏空间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 温东其他的房子的时候 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设计 就是一个操作台的一个大的窗户 那这边你也是可以用这个百叶窗控制 你可以把它拉下来 这样的话你多一些隐私 然后这个炉头 这炉头的这个水龙头 你看也是用了这种黑金的这种设计 有黑色的金色的 感觉还是非常的棒 这个格杉我觉得真的做的是妙闭生辉 就是保持了一定的隐私 然后又很美观 而且空间感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割断的感觉 然后我们看进门的地方 也是同样有一个给我们准备好坐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边换个鞋 这边有个小的衣柜 对吧 大有大的做法 小有小的精巧 好我们继续来这边看 在一楼这边就直接上楼了 比较隐私的楼上了 然后这边就是客位 客位这里呢 这边有一个小的储藏空间 到时候可以给我们坐 下面的水管呢 到时候会把它切断 不用担心 然后像马桶呢 也都是悬浮式的马桶 也是这种控制器在墙上 都是比较高端的一种设计 然后我们上楼看一看 我们走上来之后呢 就会发现啊 这个地板下面呢 也都是有这个氛围灯的 所以它比较 晚上的时候呢比较实用 走进来 这边首先 这里是一个小的 门打开 洗衣红衣机 全尺寸的 这边呢 是一个小的书房 书房在这边呢 就是你可以当个书房 或者孩子的活动室 孩子的书房都可以 这边也是配了窗 也是比较亮啊 然后这边过来 有更多的储物空间 在这里 来看一下 更多的储物空间 这储物空间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OK 这边呢 给我们做了一个小的 小的这个展示棍 是吧 也是有灯带 然后也可以打开 是吧 这边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它所有的柜子呢 都给我们打成了那种 非常精装的柜子 然后这个窗户呢 可以说真的是超级大 而且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是可以看到北边的山的 待会我们出去去看一下 就可能更清晰了 然后这边呢 你是有一个给自己使用的 一个洗手间 这洗手间有两个门 所以它除了给这个房间用以外 也可以给另外一个书房 想来过来用的话 它可以走这边这个门 是吧 然后这个洗手间怎么说呢 做的也是比较讲究了 实用 这边小的Niche做的窗户 都是该有的全都有了 在这边 好 从洗手间出来之后呢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也是同样的设计 这边呢 也是有非常好的景色 也是这种大的落地窗 然后这边除了放一个床以外呢 你这边还可以放个小的桌子 然后这个呢 就是百分之百自己的 使用的一个卫生间了 也是淋浴间这种 然后这边是马桶啊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上楼上看一看主卧 好 我们上到三楼 你能看到侧面有一个窗户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个超亮超大的一个天窗 就会让你整个三楼的 这个光线呢 会变得更加的大一些 上来之后 这边首先有一个小的柜门 你可以放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主卧这边设计的 它是这种Vaulted Ceiling 两边稍微矮一点 中间比较高 那床放在这边 King size床一点问题没有 一边一个床头柜 对吧 像这样的双拼 或者是大一点的连排 放个King size床 其实已经非常奢侈了 这边还有一个 整个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大气 这边一个超大的落地玻璃 然后这种无边框的这种感觉 你进去洗澡 这种土黄金的 土黄金的这个 土豪金的这个玉具 真是超级棒 而且它洗手间上面 也是同样有一个天窗 所以就会让你整个房子 变得很明亮 然后这个镜子呢 也是一种无边框的镜子 总体的感觉呢 很现代风的感觉了 然后这边呢 会有更多的储物空间在这里 对吧 下面呢 还是给我们贴心的设计的 这种拉抽屉 这样的话 你就不需要蹲着去掏了 好 这个房子最让我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户外面积 就是这个阳台了 首先啊 大家看到阳台 整个周边全都是用这种木板 包围着 会让你有一种很自然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 也是同样给我们配备了 这种灯带 在这里 晚上的时候 或者是黄昏的时候 打开那种氛围感啊 直接拉满 地面呢 也给我们做了这种 非常好的这种finishing 你可以直接踩在这个地面上 不会担心这个弄脏 然后这边可以坐着喝 我觉得其实它的椅子 应该是这么放 是不是 应该这样放 看看远处的山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棒 因为我们这边是朝北的嘛 从这边 你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看到 北温那边的Cypress 这个滑雪圣地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的景色呢 也会远处有 有这些灯光啊 照亮啊 照亮你的这个视野 感觉 要不说这个在温哥华 朝北的这个山景呢 是最难能可贵的啊 所以啊 这个阳台 我觉得真的是有这种 妙笔生辉的感觉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双拼 前边的这 这一部分的一个感觉 那一千五百多尺 那一百七十多万 我觉得 呃 在当下 可能你在 呃 相同这个类型的区域里面 你可能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上来说 还是不错的 它还有另外一半呢 是这个 呃 朝南的 然后同样的 也有两个车库 我们下去 看一看 我们这道门 就可以直接走到 我们后巷这一套啊 然后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整个其实是 比较对称的一个感觉 那么 对于这一户呢 它如果想要自己后门 它就从这边走 那另外一户 如果想去自己车库呢 它就走 房子在另外一边 然后进到自己的车库 那它整个的设计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后边呢 还没有完工 那也是跟建商关系非常好啊 他们让我们过来看一下 给大家大体上看一下啊 有一些区别 首先大家看到 这边是不是明显阳光好很多 因为这边是朝后院 它是朝南的 那前面它往是朝北的 然后这边呢 它使用的是 它虽然没有四扇窗啊 但是它使用的是 三扇落地推窗 也就是说你这个呢 是可以直接 哦 它锁上了 你是可以直接推开 变成一个完全开放式的 一个感觉 然后这边呢 还有你自己独享的 朝南的这种花园 所以总体的一个居住体验 就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上面的那个 上面那个阳台 那这个阳台呢 你就不是看山了哈 而是看这个南边的景 南边肯定是有很多树的 然后呢 很多绿色 然后你看不到山 但是你会有非常好的 一个阳光在这边 那这个呢 我觉得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这个铁栅栏嘛 铁栅栏中间这个过道 就是给前面那一户 走到自己车库的 所以这个车库 大家看到没有 真的也是超级的高啊 然后它整个做的呢 也很漂亮 因为它考虑到了 后面这一个单位 平时也要出入 因为后面这一户 它的这个正门啊 在这里 所以它要考虑啊 这一户 天天出来进去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视野嘛 所以它走到这边一看 我自己的车库很漂亮 花坛很漂亮 对吧 它就有 就这么个感觉才好 然后这边上来的话呢 就可以走到自己 的这个车库了 那这个 它呢 是走这边 这车库门呢 也锁上了 我们就不进去看了 这边也同样 有一个小门 你可以走出去 走到自己的后向 如果是有这种需要的话 所以啊 这个总体的感觉呢 真的是设计的 还是非常的到位 住在温哥华Renfield这个社区 大家感觉是不是还不错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地势很高 所以你能看的呢 也很远 能看到山景啊 整体的感觉呢 就非常的舒服 那每一天里 你可以跟家里人在这喝茶聊天 然后又不需要交这个管理费 是不是感觉每一分钟都是赚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哈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呢 可以对双拼房子啊 对这个社区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私信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